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撞死的 跳楼自杀死的 各种病死的 飞机爆炸死的 车祸死的 等等的 那这叫飞食而死 他不该死的时候他死了 这个时候他死之后 他在三魂中有一个爽灵上面带着大量的阳性能量 这个阳性能量 他因为带着阳性能量 所以他不能下去阎王殿 得到安排他的六道轮回 因为阎王殿是阴间 大家通过这个老人都知道那叫阴间 阴间他就永不得阳 这就像一个油锅里面的一滴水 抵近一滴水就爆炸了 所以那么他的阳不消耗光之后 他是不能够进去六道生死轮回 连六道生死轮回的资格都没有 那这八难横死的众生就特别的痛苦 为什么 他每七天要再死一次 当时他是怎么死的 比方说瘟疫憋死的 他就要再被憋死一次 那个痛苦是极难受的 所以他们就生活在一种叫恶鬼道 恶是凶恶的恶 不是饥饿的恶 饥饿的恶的恶鬼道是六道轮回中的一道 这个凶恶的恶鬼道 他们连去恶鬼道都去不了 他只能在阴和阳 阴间和阳间 中间有一个很小的夹缝中生存 并且这里面是恶鬼当家 谁凶恶 谁霸道 谁在恶鬼道中称王 有点像黑社会老大 没有法律 没有这个人管理 所以是他们受尽折磨 受尽痛苦 可是我们这个每次的这个大法会 都有替亡灵超度 你的亲人 你的这个父辈 母辈 爷爷辈 如果是非时而死的 都应该替他们立一个亡灵超度牌 给一个这个资格 亡灵超度的这个黄牌 还有冤亲这种超度的这个黄牌 它是一个资格证书 也就是说有人给他们办了这个功德 他们有这个资格 在这个法会享受 法会回馈的功德和力量 如果功德和力量够了 他们就可以从 八难横死的恶鬼道 去阴间阎王殿去报道 按照他们因果的关系 去生死轮回来 亡灵超度不是超到极乐世界了 是给他们一个六道生死轮回的机会 这个要搞清楚